为着北美代求的祷告,第十九天,祷告以保持警戒。 祷告使圣徒警醒,保持警戒并谨慎自首,以便祷告。 今日世人所看重所倚靠的世事事物,将来都要过去,都要有一个结局。 因为那个结局尽了,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,免得被这些就要过去的世事事物所迷所累,而不能亲近主、仰望主等候主。 弟兄姊妹,现在万物的结局更是近了,所以我们更该警醒祷告。 我们要知道,世事事物越近结局,迷人类人就越厉害。 今日世事事物在人身上的光景,岂不是这样吗? 今日的世事事物迷人类人,可说是空前的,只有警醒祷告能叫我们胜过这种光景。 在今日世事事物这样厉害迷人类人的光景之下,警醒祷告对于我们尤其是紧要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